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寻才说 在确保更多残障者收雇方面 企业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政府则继续通过薪金补贴 和提供企业改装工作器材的津贴等方式 继续支持残障者就业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寻才 在新加坡协助残障者自立局举办的 包容商业论坛上致辞时也说 尽管面对疫情 近年来有更多雇主愿意聘请残障者 残障者的就业率 从2019年疫情前的28% 上升到去年的30% 尽管如此 黄寻才呼吁企业继续加强 协助残障者的力度 这是很好的 但我们可以和必须做得更好 因为我们看待未来 什么明显 是因为新加坡的继续成功 黄寻才也分享了新协力委托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 调查发现在聘用残障者的企业工作的员工 更具有使命感 同时由于员工更有同理心 更愿意讨论新点资 从而提升了企业的协作和创新文化 并且更能留住员工 副总理也说 残障者也拥有许多技能 而社会应该给他们发挥所长的机会